以飛魚網造立後加工 經過吹瓶廠製作出含有33%海洋廢棄物的品氣成裝洗髮精 還有業者將海費寶特瓶破碎造立 提供其他企業後續加工製作產品 或是透過技術轉化成再深探黑再使用 這些業者的海洋廢棄物循環理念 獲得環保署授予產品標章 鼓勵各行各業加入行列 我們要談永續要談減碳 其實如果能夠在最源頭去減少資源的使用消耗 然後在資源已經被創造使用的過程當中 再去透過回收循環去降低不必要的浪費 它才有可能就讓我們的環境永續可以再前進一點點 那這跟眼前這瓶刑法徑有什麼意思呢 其實說真的當消費者他可以看得到他手上的東西 他從就是一個標章 這是什麼標章 他代表了意義 然後他發現其實廢棄物他也可以還不錯還蠻好看的 然後他就可以進一步去了解說 我們眼前這一瓶呢 其實我們的造力是從那個架上的紅恩一起打造的 就作為品牌商 其實我們非常仰賴有上游的 就是從漁網的清洗 然後到就是裂解 然後到造立 然後到吹瓶 這每一個動作都是一個產業完整供應鏈 大家都有角色 那我們作為品牌商 我們可以把它誕生為消費者手中可以拿到的瓶器 然後讓更多人可以透過他使用的產品去了解 原來就是我們怎麼樣可以透過技術去使用把海肺的一個材質 在這一瓶裡融入了大概33%是來自於海肺的一個材質 所以最後呢 其實在綠藤呢 我們在去年就已經做到了 從我們塑膠瓶器都是白 從到今年我們塑膠瓶器已經用100%再生來源 玻璃瓶器用50%的再生玻璃 那可是我們還是一直在想說到底在材質上有沒有可以更減量使用Virgin的這種原生的一個塑膠或是材質 所以真的很感謝就是我們今年的這個挑戰跟實驗 把海肺入在一個塑膠瓶器的一個可以獲得環保署跟政府的肯定 那保綠特呢 成立於1991年 目前到現在已經超過30年的這個PET的回收的這個經驗跟歷史 那我們現在旗下總共有三間公司 包含台灣保綠特目前主營就是清洗線 清洗線呢就是把這個使用過後的寶特瓶再做成瓶片 然後呢再經過造粒把它做成粒子 然後再經過固態聚合 讓它做成一個可以去除它這個塑膠裡面的雜質跟一些獨固的這個過程 然後最後讓這個塑膠可以再回去做這個食品容器的使用 這是我們第一家公司 第二家公司的話呢就是像也是做成瓶片 瓶片以後呢再做成化學纖維 像我們剛剛那個影片裡面有介紹到 就是抽屍然後再做成庫 我們其實也有做類似的這種生產 那最後一家呢就是我剛剛講到這幾個製程的設備 也就是公用工程的部分也都是有在做這樣的服務 那這樣講過來說 欸這樣好像保綠特做這個很久啊技術還不錯啊 所以那到底我們會在這個海費上面遇到的問題是什麼呢 其實也就是我們所謂的回收的量 那我再跟很多 對今天要跟特別麻煩我們這個記者朋友幫我多宣導一下 也就是這個量呢 主要的問題就是我跟很多一些志工朋友他們去淨灘以後呢 發現就算今年雖然說我們這是第二年環保署在舉辦這種的活動跟這種的宣導 但是還是有蠻多的這種團體呢 他其實並不知道說台灣有來做這種 所以呢他們所回收回來的這種塑膠的廢棄物也都是進到焚化炉 那我自己是覺得蠻可惜的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利用今天這種機會來曝光 然後來跟其他的一些 因為台灣其實這種團體非常非常多 那盡量多曝光 讓這個團體有機會知道說環保署有在倡導這樣的一個理念 那希望大家可以說我們今天去淨灘回來的東西不要進到焚化炉 而是可以經過透過我們今天七家 有受到環保署所認證的這種公司 來讓他做一個資源的再生跟循環 但我們公司是著重在這個所謂的化學性回收這件事情上面 我們公司的名字叫海神全球其實也蠻特別的 就是我們主要一開始是看到這個海洋廢棄物 還有所謂的海洋塑膠微粒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讓這個公司生成 那我們是著重在國外可能比較成熟的 就是有關於化學性回收 塑膠廢棄物這件事情上面 那我們著重的這些項目其實是針對 就是有關物理性回收或是機械性回收 他們無法再利用的這些 那這樣子的一個處理對於我們來講的話 就是我們是可以混合性的處理 我們也可以就是有 基本上它有一些污染物的這樣子的狀態 其實我們都可以做化學性的處理 那我們化學性的處理完之後呢 大概會有幾樣商品 那我們今天呢就是有得到這個認證的這一塊 是所謂的再生的這個碳 那這個再生的碳可以拿來給煉鋼 就是當儲養錠來做使用 那我們未來在今年剛剛副市長也有提到 我們在明年度我們也會有新的產品 就是發生 那我們這個新的產品主要是著重在油品上面 那油品可能會分成兩大類 一個是燃料的油品 那另外一個是所謂的再生油品 那這再生油品呢在國外可能都跟石化有一些結合 那在再生油品的應用上面 它可能可以再做回去所謂塑膠的原料 那就是石油腦這個方面 那這塑膠原料就可以再做出全新的這個再生的塑膠 那這是我們公司一直以來的一個目標 那希望是在這個未來這個期間 可以在台灣可以多多的推廣 我們在店內其實從我們幾年前開始做 就是用咖啡渣跟植物纖維做的杯子 這我們店內出熱卡不用的杯子 然後到這次活動用的這個餐點的托盤 我們是用海費回收塑膠做的托盤 那包含我才剛結束的募資案 我們用海費的板材 回收海費的塑膠PSPPPE 70%做成的板材 那做成兒童學習桌椅 我們在店內也放有一套 有時候我看很多家長帶小朋友過來 也會拉那個小板燈給小朋友做 所以我們店內也希望把這個環保永續的這概念 不是只是說好像是一個口號 我們希望實踐在我們的生活中 實踐在我們的產業中 那歡迎大家過來 然後我也想講一個小故事就是說 因為我們今年 我今年9月的時候帶著我們的產品 去歐洲巴黎參加家事展 然後我們展示我們海費板材做的家具 那其實國外遇到很多國際買家 他會問很多很直接很尖銳的問題 那當時展示就有一個外國人走過來就說 你說你這是用海費塑膠做的 怎麼證明 你怎麼證明 我不知道你為什麼這樣用海費塑膠做的 但我很開心我們在台灣 我們環保署能夠發給大家海費標章 我們可以直接跟他講說 我們的政府有海費標章 這是一個非常公開 而且非常嚴謹的制度 證明我們的東西 是鹼食的海費所做的 那我覺得這個真的 我們東西拿出去打國際賽的時候 政府提供這個海費標章 真的給大家在後面有一個 很有力的支持 環保署109年起 帶領示範計畫淨灘 並將海費寶特瓶導入生產線製作 尋寶1建立循環產品溯源業證機制 並註冊標章作為企業申請 目前已累計有7家18項產品 台灣是一個海洋的國家 我們非常重視海洋的生態 那我們知道有些廢棄物如果沒有被回收 沒有被投上處理 就會透過河川 那最後會進到海洋 影響海洋的生態 那其實台灣在資源回收上面 已經做得很好了 但是我們能夠從海洋回收回收 回來這些商品 這些廢棄物能夠讓它變成資源 進到這個製程裡面去循環使用 這是我們最終的目的 那所以環保署特別 跟這個標檢局 申請了海洋廢棄物循環產品的標章 那希望鼓勵這些商品 是來自於海洋廢棄物回收再利用 也讓消費者在購物的時候 有一個選擇 他知道他所買的商品是環保的 他使用上面他也會覺得比較安心 所以環保署會來推廣這樣的一個商品 環保署是從去年開始推廣這樣的一個商品 標章 那目前有7家的廠商 18件的這個商品 取得了這個環保標章 那海洋廢棄物的循環標章 基本上就是回收回來的這個 海洋的這個廢棄物必須要佔20%以上 那所以這個料圓其實也是非常珍貴的 當然我們不是說希望大家多丟灰棄物到海洋 再把它回收回來 不是這個意思 但是因為它的價值 因為它的這個數量其實不多 所以其實它是蠻珍貴的 我們希望它被妥善的運用 所以當然它的這個價值會比較高一點 但是我知道有環保理念的消費者 他願意任這樣的商標 用比較高的這個價格他也願意來買 那所以目前這個我們每年淨灘大概有 一萬四千多公噸的這個廢棄物裡面 大概有14%資源 那這個部分我們都會投算的交給這個 國內有取得標章的這些商品業者 讓他們變成這個海洋廢棄物循環標章的商品 讓消費者可以來選購 不只政府機關在做預防工作 許多企業也自發性的努力 讓海洋廢棄物循環再利用 淨灘團體也是越來越多 業者甚至期盼淨灘團體 能把撿到的海廢物提供給企業再利用 可重新轉化為原料及商品再創價值 記者問訊台北報導 好 幫我比個讚好嗎 來幫我把讚比出來 好 拜拜 好 拜拜